今天的天生我才比赛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 分别是达人组和歌唱组 种类繁多的节目内容让比赛精彩分成 青春洋溢的乐队表演 英姿飒爽的武术 神秘末化的魔术 满含深情的施朗诵 新颖独特的钢琴说唱 在今天上午天生我才达人组的比赛舞台上 小选手们各展其近 这是我的第一次在电视台上 所以我开始迷惯到这些东西 我真的喜欢它 查尔斯是有些多动物 经过这次的演出 他自己也锻炼了自己 越来越棒了我们查尔斯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表现挺不错的 我们很喜欢这样的场合 之前在联合国也表演过 然后我们一般每周都会训练八个小时 都是我们非常喜欢武术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训练 团体的继承越来越好 然后就是我们表演的 就是一个团体的表演 开心嘛快乐嘛 很紧张 但是当我们表演完的时候 看见家长和老师给我们拍的照片 觉得自己很棒 之前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会表演的就是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今天发挥还是蛮好的 下午的比赛也是精彩非凡 通俗 美声 民族 唱跳 还有中英文歌曲的多样呈现 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今天刚得知这个消息 然后我们要去建设台 然后我爸爸就画了两张画 这是我爸爸画的 站在凳子上 然后给大家加油 对 我在这边 有点紧张 因为是我第一次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这里的人 美国中文电视 美国中文网 直播美国网络直播平台 对比赛进行了全程直播 节目组向所有参赛选手 颁发荣誉证书 专业评委也对选手们的精彩表演 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非常地刺激 我看到很多小孩 不仅把中国文化弘扬下去 还结合一些美国的文化 我觉得这种混合非常好 非常值得大力宣传 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希望更多的这种华裔的孩子 包括美国的孩子都来参加 传承我们中国的文化 宣传我们中国的文化 非常好 今天36个参赛选手 然后有那么多小小孩 我觉得音乐是很有希望的 在我们华人社区 青年组非常强今年 然后我很感动 因为他们都是看得出来 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准备 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 非常紧张 替选手们紧张 而且这次比赛 我觉得非常的令我吃惊 因为很多的优秀选手辈出 尤其是很多非常小的年龄的孩子 就已经开始自己创作歌曲 原创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所以也是非常开心 能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选手 本次比赛获得 试坦威 华美银行 万通互惠理财 威达林之皇 宋天音乐教育 球美国际艺术中心 历城艺术学校 iTalk BB的大力支持 从下周开始 2017天生我才将进入决赛的比拼 赛事将更加精彩紧张 美国众人电视 网易不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